来 我不抽 刚才谢谢你 龙队长客气了 举手之劳而已 再说了 比起龙队长 为林九哥所做的 根本不是议题 居长 居长 天员 快 冷少爷 辛苦了 这警局的车 突然就没有了 这要是加油的话 肯定来不及 我就叫了个黄毛车 可是这黄毛车 又把路给走错了 这租界路又太土 我就一路小跑 好久没运动了 真是慕容 不好意思 这笔钱已经转走了 你说什么 都运动 都运动 不好意思 龙队长 我们约定的时间 是中午十二点之前 现在已经超过了五分钟 其实只要过一分钟 这笔钱就会转入日试银行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很抱歉 您的警察证 请拿好 龙队长 不必太过介怀 眼下林九哥已经性命无忧 只要有时间 一切皆有可能 我在附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好 冯局长慢走 这是最后一条线索 龙队长 不如一起吃个便饭 不了 还有点事 哥 香香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暗子又有了新的进展 我就跟过来看看 怎么样 有没有进展 你又知道有新线索了 肯定是吴散师说的吧 那怎么样 有没有新进展吗 龙香香 好久不见 你怎么在这儿 我也要工作 龙队长 其实事情也不一定没有转环的余地 我们冷家和金融圈有一定的往来 不如找个地方 好好地聊一下 我知道有家新餐厅不错 那笔钱 如今想要通过官方渠道追查的话 是很困难的 这我知道 所以 我想看看 能不能通过私人关系 去找一趟行长 暗中调查一下 那就麻烦你了 什么钱 是和九哥的案子有关系吗 哥 吴散师说的新线索就是这个吗 冷少爷 我要有点事情 先告辞了 九哥的案子又和瑞士银行扯上关系了 吃完饭早点回家 别在外面逗留了 告辞 你透露一下会死啊 真好 我说真好 能活着真好 有暖暖的阳光 轻轻的风 还有树间的缠绵 我听说你 转到普通球区了 那里人多复杂 你和他们住在一起 习惯吗 你不觉得我最近吃得饱睡得好 气色都变好了吗 我是怕 你知道吗 我长这么大 有两个最绝望的瞬间 一个 是那天晚上 看见爸爸倒在地上 胸前全是血 另一个 另一个 是我那天站在警场上 背后警察举枪 子弹上头 我当时真的特别害怕 我会想 子弹收入心脏 到底是什么感觉 会不会痛 会有多痛 我是一下就死掉呢 还是藏上一会儿 再慢慢置信 所以 人只有不再有明天的时候 才会发现 每一个看似寻常的明天 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 我能够从刑场上活下来 就特别满足 特别感恩 别说是跟犯人住在一起 哪怕是让我天天睡黑牢 我也心甘情愿 毕竟活着 就有希望 时间差不多了 快点吧 看来 我们得抓紧时间 说重点 什么重点 快点 你是说 制检场的线索断了 之前 我一直把重点放在 证明你不是真凶上 现在 得换个方式 把重点放在 真正的凶手上 到底是谁 选在这个时间点上动手 又是谁 想要嫁祸鱼吗 是啊 选择我回国这一天 会是巧合吗 这不好说 只是那个鱼大马 伸手极其厉害 绝对不是普通的帮派打手 一枚棋子 都可以有如此伸手 还能任意 吊起沙门的人 为其所用 并且 精确地掌握警方的 每一步动作 这背后的真凶 势力恐怕深不可测 你怕了 怎么会 我没忘记 我说过不负你所望的 我也说过 我相信你 时间到了 那盆花到底是什么 等你真正自由那天 我再告诉你